今天,已是腊月初时,儿子还不接我去过年 小兔崽子,他不理我,我理他 我急吼吼打电话,儿子啊 你啥时候接我过去过年 你不会不要老爹了吧 儿子耐心解释,爹啊 您别着急,我年底工作太忙 忙过这几天,抽空就开车去接您 这还差不多 我顿时觉得,天也蓝了,风也揉了 太阳也暖了,脚步也轻快了 我家是两层小楼,曾经在村里数一数二 这是我有能耐的大儿子给盖的 楼房在冬日阳光照耀下 显得空落落的,灰扑扑的,没有一丝人气 十五年前,老婆子可能懒得伺候我 得重病,撂下我这又孤老头子 宜人架和西去了 他走了不要紧,谁给我洗衣服 谁帮我做饭 谁替我叠被子 谁来刷盘子刷碗 谁来打扫屋里屋外 这些活,我全没干过呀 我一筹莫展,无必怀念老婆子 如果老婆子活过来 我保证再不动她一个手指头 女人就是家里的混,没个女人就是不行 我倒是想带张我一个老伴 当时,因为给老伴治病,欠了一屁股债 大儿子研究生刚毕业,还没成家 小儿子正上大学,处处都要花钱 我给刘媒婆送过两袋南瓜 这袋爱牵刀的,吃了我的南瓜 却不帮我办事 刘媒婆皮笑肉不笑 家福大兄弟,不是我不给你帮忙 那些独生的大妹子 都嫌你穷,嫌你馋 嫌你懒,还嫌你打老婆 切死我了 该死的刘媒婆 总是打击我 我刘家福竟然穷愧潦倒 懒迷远波 没有老寡妇愿意嫁给我 我只能辗转反侧 孤枕难免 就这样,打起了老光棍 独自生活了15年 不管怎么说 我的命还算不错 现在有个词教科老族 我就是这样 只要有人可啃 我干嘛要费力气干活呀 小时候,我啃爹娘 结婚了,我啃老婆 年老后,我啃儿子 70年前 爷爷奶奶,外加我爹 焦躁不堪 一起在小院里转磨磨 因为我娘要生第七态 一只黄狗 一只花猫 八只狼母鸡 被撵得鸡飞狗跳 探都伸长了脖子 等接生婆送消息 我娘前面 对我生了六个姐姐 保留家眼开要绝户 奶奶在院子的 天地桌点上三炷香 嘴里念念有词 玉皇大帝 各路神仙 列祖列宗 保佑儿携生的孙子吧 各路神仙被奶奶念得烦了 老太太 就给你一个孙子吧 你行行好 不要再麻烦我们了 于是 我就华丽丽登场了 我被爷爷宠 奶奶宠 爹娘宠 姐姐宠 作为一个农家孩子 四体不勤 五骨不分 我是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了 几乎没有下过地 养得白白嫩嫩 比大姑娘还好看 可惜 我中看不中用 十里八乡 都知道我懒 爱护闺女的人家 都不肯把女儿嫁给我 她们她闺女恶死 我说亲没有十次 也有八次 每次都是女孩看上我 乍人丈母娘看不上我 为了给我娶媳妇 我爹我娘下了血本 放出风去 把家里见中的老黄牛 当做聘礼 老黄牛 可不得了 一般农户养不起 相当于现在的豪车法拉利 终于 有余上钩了 翠花的爹娘 把翠花卖给了我 口误 是嫁给了我 她的爹娘欢喜 我的爹娘也欢喜 翠花中的哭哭啼啼 其实 她在心里偷笑 她早就 看上我这张脸 叹似皆大欢喜 只有我不欢喜 翠花人聪明 太婆了 我可不想被人管着 可是 我做不了主 翠花进了我家的门 翠花出马 一个顶仨 她里里外外一把手 田里的火 家里的火 她几乎都包园了 把我伺候得妥妥提贴 翠花很心疼我 没有逼着我夏天 我看着她 才格外顺眼呢 翠花比男人还能干 挺得大肚子 还在地里除草 她第一胎生的女儿 可惜 生在了田间地头 不幸腰折了 我娘差点没气死 这是她的孙女啊 人家都说 先胎花 后结果 万一花没了 果子也没了 怎么办 我娘记着实实骂了翠花一顿 也怀着孩子 心里没数吗 翠花本来很刁悍 这一次 觉得理亏 只能低眉顺眼 后那两胎 翠花小心翼翼 元旭给我生的两个儿子 弟兄俩相差五岁 颜值都很高 人们都说 我不愧叫家福 就是自带福气 我这个老婆 虽然是取着了 儿子们不但长得好 学习也好 尤其我家大儿子 是十里八乡的神童 成绩甩别人十条街 我老婆有远见 想爱儿子都上大学 那夜年月 大学 比老百姓的日子太远了 就像天上的仙公一样 听说过 没见过 有人酸溜溜地说 农家的你猴子 还想一步登天呀 真是白日做梦 别人说什么风凉话 我老婆根本不在意 她严格督促儿子们学习 只要是上学需要的资料 她砸锅卖铁 也要买回来 一分耕源 一分收获 大儿子聪宁家刻苦 考上名牌大学 现在叫做985大学 小儿子也考上本科 翠花扬眉吐气 别人心服口服 外加佩服 可惜 翠花没有想到了 儿子的半点福 积劳成疾 生了重病 大儿子研究生毕业那年 小儿子正上大二 翠花狠心抛下了我 俩儿子哭得死去活来 我却没有掉几滴眼泪 别人都说我没心没肺 实际上 我是在发愁 我都快愁死了 哪里过得上哭啊 没有翠花 大儿子怎么娶媳妇 小儿子怎么上大学 谁帮我洗衣做饭 谁知道 有福之人不用忙 无福之人跑断场 大儿子牛气哄哄 进了大国企 年薪五十万 栽下梧桐树 不愁金凤凰 大儿子居然被城里的局长相中了 想让大儿子做他的养老女婿 亲家母也很喜欢我儿子 因为他家闺女学习不好 亲家母总想找一个明台大学生做女婿 好改良歪孙子的基因 就这样 局长送房子送车 我一分钱没花 大儿媳妻娶回家 大儿子的问题解决了 小儿子的学费由大儿子掏 小儿子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的养老怎么办 我有优秀的大儿子啊 他每月给我两千生活费 就是村里最有钱的老头 旧房子漏雨怎么办 我有牛气的大儿子啊 大儿子对我放大了两层楼 一共十间屋 为天住一间也住不晚 大儿子在手 天下我有 我只高气阳 鼻孔朝天 每天不去广场 跟老头们吃顺油 就浑身不舒坦 哎 真的是若即生悲 我不明白 大儿子一帆风顺 小儿子怎么就灼起沉沙了 我不懂 什么叫意义症 小儿子上大四那一年 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怎么会这样 翠花走了 小儿子走了 我只有大儿子了 我只能牢牢抱紧 大儿子的金大腿 我一个人生活了几年 实在是孤单寂寞 两层楼也不想了 大儿子就不能把我 接到他家吗 他家的房子那么大 足足有一百五十平 我一个老头子 只住一间屋 我直接了当 给儿子说 老大 我想去你那养老 大儿子很没难地说 当初 我们买这套房子 岳父岳母出了钱 我很生气 不管谁出了钱 我都是你爹 大儿子又说 你那儿媳 连续生了两个孙子 都是岳母看大的 老大十二岁 老二才八岁 我瞪眼说 就算我一天 也没有看过孙子 我也是他们爷爷 大儿子没办法 到街过去住了几天 我才发现 我那如花似玉的儿媳 是独生女 居然比我还懒 儿媳不做饭 不刷碗 不洗衣 不拖地 全都是大儿子干 原来 大儿子的日子 也不好过呀 而且 在儿子家里 我大气也不敢出 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我不刷牙 不洗脸 不洗脚 大儿媳嫌弃我脏 我吃饭巴唧嘴 大儿媳直皱眉 端得往回了卧室 我随地乱吐瓜子皮 大儿媳说我没有好的卫生习惯 我在客厅看电视 大儿媳说声音太大 耽误她被课了 对了 大儿媳是大学老师 儿子不在家 儿媳不做饭 儿媳还要帮我点外卖 她直冲我翻白眼 我上厕所 没有把马桶圈先上去 坐边上滴上了不明液体 大儿媳竟然扭头回了娘家 还不等我摆公公的块 大儿媳就把我撂到她家里 我要是不走 她就不回家 这可怎么办 儿子左右为难 一边是老爹 一边是老婆 她都不想得罪 问题是 儿子的工作很忙 一周回家一次 儿媳不在家 我连外卖也没得吃 我牛气哄哄的大儿子 也有发愁的时候 大儿子就劝我说 爹 平时 您还是回老家吧 等过年放假时 我再把您接过来 我不情不愿地走了 每天随便凑合吃一口 做一顿 吃三顿 喝点面糊糊 吃口咸菜 我天天掰着纸图数日子 就等得过年 儿子接我过去 一家团聚 然而 儿媳听说我要去过年 她提前打了包 我前脚接儿子的家门 儿媳后脚就要去住宾馆 儿媳还说 她并不是嫌弃我 只是跟我不熟 在一起比较别扭 还是住宾馆比较舒服 这可怎么办 我亲儿子的家 我也去不成吗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儿媳婦 儿媳婦 感谢观看